大家好,这里是俗说宇宙,我是林某 前面咱们聊了我们太阳系最近的邻居,比林星 并且发现了它的一居带内,还有一颗内地行星,比林星B 但是综合来看,它并不是特别适合人类居住 那究竟符合哪些条件的行星,才算得上是适合居住的行星呢 这就要提到一个概念,叫行星视居性 它是一种天文学里对星体上生命的出现和繁衍潜力的评估指标 其实它不光适用于判断行星,同时也可以用来判断行星的卫星 行星视居性主要还是以我们太阳系,以及地球的环境为参照而指定的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在探极生命的前提下开展的研究 如果对此有疑问,可以看一下前面的那期视频 那期视频专门就这个问题做了回答,这里就不再解释了 所以今天我们单就说,适合我们人类或者说地球生命生存的条件 判断一个行星,一部一居,可不仅仅是看这颗行星本身的条件 而是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包括它的母恒星的条件 周围的情况,甚至是这个恒星系在整个星团中所处的位置,等等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首先,我们要从它的母恒星着手 一居的恒星首先它温度要适中,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冷 同时它的光度变化也不能太大 也就是要有着稳定的输出 各种辐射如果是高时低,差别很大的话,这肯定是受不了的 其次它存在的时间要足够长 太短的话,整个系统还处于不稳定阶段 各个行星会时不时的遭受陨石的撞击 比如大概40亿年前的地球 当时还处于明古咒和太古咒前后 这个时期太阳系内侧的水晶地火 这些类地行星,包括月球 全都遭受了大量的小行星撞击 所以这个时期还有个特别的名字 叫做后期重轰炸器 这个主要是基于对月球上样本的分析得出的 不过这个说法目前仍存在争议 另外像太阳系这种宜居的恒星系 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 它是一颗单恒星系统 这对于围绕它旋转的行星来说 轨道会非常有规律 如果是双星系统 那轨道大部分情况都比较凌乱 情况会复杂很多 除非两颗恒星的距离相对比较远 比如之前说的南门2 准确来说是半人马做RF星A和B 之前说过 因为比林星也就是半人马做RF星C 它距离AB来说太过遥远 所以有时候也可以把南门2这个三星系统 看成是一个双星系统 而AB这两颗恒星由于平均距离有R3个天文单位 所以它们各自还是能够给周围的行星提供一具带条件的 另外在双星系统里很难诞生类地行星 因为能留给行星的金属元素太少了 所以目前发现的大部分都是类木行星 虽然类木行星本身应该并不适合生命生存 但是围绕它的卫星还是有可能符合条件的 说完了恒星的条件 我们再来说说围绕这颗恒星的行星 当然这里排除了类木行星 主要还是特指那些类地行星 首先这些行星最好是处于其预计带内 也就是在这个距离附近 行星表面可以有液胎水 当然距离近的情况下 如果阳光不直接照射的话 也有可能存在雨水 不过如果距离恒星太近的话 很容易被潮汐锁定 所以还是要距离稍微远一点才行 然后这个行星的轨道的离心率不能太大 也就是近日点和远日点的差距 如果太大的话 意味着温度变化比较大 也不利于生命生存 但是目前发现的大部分系外行星 它们的轨道离心率都大于地球 平均值达到了0.25 相比之下地球轨道离心率只有不到0.02 还有就是 这颗行星的质量不能太小 太小的话 引力会抓不住大气层 而且质量大 还有个好处 就是它会拥有更大的金属核心 金属核心越大 它的磁场就越强 这样才能抵挡太阳风这类宇宙射线 如果行星质量太小 能量就很容易损失 核心可能早早的就会冷却了 另外在宜居带附近 不能有像木星这样超大质量的气态行星 因为这会影响内地行星的形成 还记得之前讲木星的时候说过 因为木星引力超大引力超强 所以它就像是我们内太阳系的吸尘器 是太阳系里最频繁遭受彗星撞击的行星 也就是说如果当年木星处于太阳的宜居带内的话 很可能就形成不了今天的地球了 太阳系外的那些恒星系里 经常发现处于宜居带内的 就是一些类木行星 但对于一颗适合生命生存的行星 类木行星的存在还是有一定必要性的 虽然不能说是必不可少 但是确实是非常有用 对因为需要它来替我们承受很多小行星的撞击 所以说我们太阳系现在这个结构 可以说确实是一种有利于生命生存的 非常巧合的一种存在 而且不仅仅是上面说的恒星和行星各自的条件 对于太阳系整体来说 它自身还有几个特别有利的条件 首先它本身所在的银河系不是球状星团 如果是球状星团 重元素的风度会非常低 很难形成内地行星 其次我们的太阳系处于银河系偏外围的位置 距离银河系中心的黑洞比较远 另外我们附近也没有什么超强的伽马式前缘 比如超新星宝怕或者中子星合并之类的等等 好了通过前面的介绍 大家应该能意识到 对于我们来说 发现一颗可能市居的潜在行星 条件有多么苛刻 那现在我们到底发现了哪些比较适合居住的行星呢 抱歉这期时间有点赶来不及了 为了不偷更 先更新一部分 放心下期会尽快更新 我是林某 诉说宇宙 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